大家好,我是魔法创作室,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说到西红柿,最近网上很多人流传 六片叶和五片叶的说法 虽说叶片差别不大,可是口感却相差甚远 您听说过吗,如何才能够挑选到自然成熟 又非常新鲜的西红柿呢 在买西红柿的时候,是挑五片叶的还是六片叶的呢 今天就来给大家解决疑惑 一起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 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相信大家第一眼 首先看到的,都是它的颜色和形状 所以第一要认真地观察 西红柿的形状和颜色 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它的形状,一般都是非常圆润的 而且表皮的颜色深浅不一,分布不均匀 这是因为西红柿,在生长的过程中 有的面对着太阳,有的背对着太阳 这样受到的光照不同,导致表皮的颜色也不同 深浅不一,这是所有果实生长的正常现象 反之如果看到外形不够圆润,有点椭圆形 或者是有点突出来的畸形的样子 这非常有可能是打过激素的 因为在药物的作用下,西红柿某些部位长得特别突出 这就导致了西红柿整体并不圆润 而且表面颜色很均匀,感觉就像染了颜色一样 这是因为西红柿还是青色 未成熟的时候就被采摘下来了 再喷上催熟剂,这样会让表皮的颜色均匀好看 卖相极佳,虽然使用了激素的西红柿 卖相非常好,但是这些激素药物会残留在果肉当中 使用后会对身体有一定的害处的 所以大家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 尽量不要买长成长型 或者是畸形的西红柿哦 第二,闻一闻它的味道 大家可以把西红柿拿起来 闻一下味道 如果西红柿闻着有点淡淡的清香味 是正常的西红柿味道 这种一般都是比较好的西红柿 可以选择 如果是那种没有香味的 或者是有很大异味的西红柿 就最好不要挑选 那样的西红柿一般都是从外地运过来的 在运输的过程中 为了保证西红柿的新鲜 在西红柿上喷了少量的甲醛 然后再在市场上进行售卖 喷过甲醛的西红柿 这种西红柿会有异味 大家遇见了可千万别买哦 第三挑选西红柿时 我们还可以用手捏一捏 捏西红柿能看出来的信息有很多 大家一定不能少了这一步 大家在用手捏西红柿的时候 如果感觉西红柿果肉非常硬 但是颜色呢却很红很漂亮 那么这种最好不要选择 这种一般是在生长的过程中 涂抹了催熟剂的很有可能打了催红素 这样的西红柿不仅摸起来硬 吃起来口感也不香 没有汁水 常吃对身体也不好 如果按压起来软硬度适中 富有弹性 表皮摸起来 还有少许的粗糙感 这样就是自然成熟的西红柿 而且还是比较新鲜的哦 这种是可以选择的 这种能说明西红柿是成熟的 口感和营养方面都是不错的 那如果有一些西红柿 表皮按压起来稍微过软 也不要购买 这可能是放置了很久的西红柿了 吃起来就不新鲜了 第四 挑选表面看起来星星点点的 大家发现没有 有些西红柿的皮内星星点点的 像星空一样 很漂亮 但是有些朋友却担心 这样的是不是病态西红柿 反而不敢选择 大家都喜欢吃沙嚷多汁 酸甜可口的西红柿 却怎么也买不到 其实表面有很多星星点点的西红柿 就说明这种西红柿里面 是沙嚷的 这种西红柿一般是用来生吃 它吃起来无论是口感 还是味道都非常好 尤其是用这样的西红柿 来做出来的西红柿炒蛋 那绝对是非常的美味 如果您比较喜欢生吃西红柿 也喜欢凉拌西红柿 那么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 就最好买这种表面看起来 星星点点的 口感绝对比没有的好 您试试 第五 我来教大家选择叶片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有根地的西红柿 根地上的叶子有两种 一种是五叶 另外一种是六叶 之前我没有注意过 这两种叶子的区别 觉得它们都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天 奶奶用我买回来的西红柿做菜时 就说我挑选西红柿问题可大了 她说这两种 最大的不同就是口感了 一般来说 五片叶子的西红柿 比六片叶子的西红柿 口感差很多 因为六叶的西红柿 在生长的过程中 吸收的水分和糖分 要比五叶的西红柿要多 所以在口感上 六叶西红柿 比五叶西红柿的口感丰富 水分多 我奶奶自己种的时候 如果西红柿接的密集 要保证个头和口感 有时还会在幼小时 将五叶的摘掉 所以她种出来的 西红柿之多又好吃 这也是她老人家 总结出来的经验了 因此大家在买西红柿 五叶 六叶要分清哦 区别很大的 弄懂再买 买回来的西红柿就各个好吃 除了鼠叶片的数量 想要买到好吃的西红柿 其他因素也是不可缺少的哦 只要学会了以上的两三种 保证能够轻松地买到 优质的成熟西红柿 您记住了吗 说到这里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 西红柿去皮的小技巧 因为很多人在吃西红柿的时候 觉得西红柿的表皮口感不好 在吃的时候容易嚼不烂 又担心有浓残 都喜欢去皮 可来来去去 就只会用勺子刮开水烫 既浪费时间又脏手 我的方法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用叉子固定住 然后呢 打开煤气用火来烤 把西红柿放在小火上来回转动 西红柿的果皮 在预热以后会发生膨胀 这时它就会自然地裂开 而且呢会与里面的果肉分离 用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不脏手 不像其他的去皮法 两手都会沾满西红柿汁 不要半分钟 就可以烤好了 烤好以后取下 直接用手把表皮包下来就可以 西红柿的果肉完好无损 而且去的皮非常薄 一点都不会浪费果肉哦 撕下来也很轻松 这是因为西红柿预热收缩的原理 能让它自然裂开 与肉分离 皮有烤焦的地方 撕掉以后完全不影响口感 用火烤西红柿剥皮的妙招 您学会了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点击我的视频头下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 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了 嗯 谢谢观看